大家已經會上傳了自己的檔案、區背、然後自己的素材 那我們再往下走 先解決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部分你看它有很多樣式 對不對 非常多樣式 重點是你要先知道 畢竟我們用的是中文 所以那個中文字到底在哪裡 來點到它 像這個裡面的是這樣子 那我就點兩下 好,你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感覺到 這裡有中文的 有看到 就是說它不會只有我們剛剛講的新姓名、標函 它還有王漢中比較特殊的字型 那至少這樣子的變化就比較多 其實說真的 它也允許你上傳自己的字型檔 就是那種字型的檔案 但是一般來講我們比較不建議各位這樣做 畢竟有那個版權的問題 所以你看下面有沒有一個叫上傳字型 除非你真的有需要 基本上都會的 文字的大小這個 好,像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又解決了 那如果你要特定某些樣式的 我想要這個發光的 我想要這樣的感覺的 按一下 按一下 它自修進來 對不對 你就可以依照這個內容 再去做修正 好,再去做修正就好 那 這個講完 你文字會了 圖片會了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做動畫 做動畫 那它的動畫呢 有分兩種喔 一種是什麼 針對整個頁面 所以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我現在沒有選到這個一個物件 所以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動畫 它這裡是淡畫 是五秒鐘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點它一下 你看滑過去 有沒有就出來了 滑過去 效果是不是就出來了 就看你要哪一個 簡單吧 好,所以你點下去 那它就針對 這個畫面所有物件一起做動畫 那如果你想要針對某些物件 做個別的客製化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來,你看 如果點到這個 我可以針對文字 也可以針對圖片 都可以 好,點到它之後 你可以看到我們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動畫 好,按它一下 有沒有都一樣 爆裂 這個 我現在針對文字喔 對不對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效果 跑出來 那你點下去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從上面這裡 展示簡報來預覽看看喔 按下去 你可以展示一下 因為我剛剛 它有一個淡度的效果 可是這個字是不是 獨立的 因為你是針對它另外做的 這樣清楚了 當然不見得每一個都要做動畫 動畫太多 會眼花撩亂 所以 看你的需要 不要想說我多有做動畫 然後就 全部給它加很多 這不見得是不是比較好 所以重點 看你的重點在哪裡 這樣會不會用的 圖片 你看 這位同學 對不對 動畫 圖片的就相對比較少 有沒有 升上來 叫它滾進來 那你這邊就看到了 有沒有一些是有皇冠的 這就是屬於付費的 就屬於付費的 但是呢 沒關係啦 就是至少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用這些效果都還蠻不錯的 蛋粗 對不對 這個是變小的 好 所以我們 我看一下 滾動的 好 這樣子 那時間你就是自己去決定 自己決定這樣就OK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文字的部分 字型 你會找到中文的 那也會做整個頁面的動畫 就不要選 好 針對某一個特定的 你就點到它 再去做 它相關的動畫就可以 還給你 謝謝 謝謝